从一张相片开始成名,在500比1的视镜中脱颖而出,被附着收视毒药的骂名,却在演艺圈有着高度的评价,还是第一位达到YouTube百万订阅的女演员,接下来就一起看看,这位出道超过20年,评价两极的慢活女孩,深世景的成长故事。 深世景出生于1990年,在四岁时,曾参加过儿童节目Bobobble,留下了不少纯真可爱的童年样貌,不过在小学五年级时,深世景被取了一个大猩猩的绰号,当时身高162公分的她,是全校个子最高的学生,不过在这之后,身高就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了。 深世景踏入演艺圈的契机,是从一张相片开始,她在八岁时成为了歌手徐太志专辑封面的模特,当时她连拍摄主题也不清楚,只记得工作人员要她不停地哭,于是深世景在思念着爷爷的状态下,完成了这个作品。 她那双装载着悲伤的超灵神情,让这张海报在一公开就引起热议,也替她的成长生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。 值得一提的是时隔18年,徐太志又再次邀请深世景,在她时空旅行者纪念计划中,复刻了当年的专辑封面,照片曝光后,也让网友大赞她果然是纯天然美女。 而因为徐太志的女孩,被大众熟知的深世景,陆续接获各家娱乐公司的邀请,出演了广告、MV、模特等作品,还短暂成为了儿童意志节目的助理主持人。 重情义的她,在时隔多年,也主动向制作方提议,要在金英万老师出演的直播节目,制造一个惊喜,还低调表示比起华丽的衣服,更想穿着过去的服饰,重温当年的珍贵回忆,让金英万感动不已。 虽然从小就备受瞩目,但深世景并不急着以演员出道,她更渴望享受学生时代的幸福时光,梦想成为小说家的她,不仅写过短天小说,还写过英文的诗歌,每次采访也都可以看到许多。 她理解事物的有趣比喻,散文般的感性应答,还被媒体称作是采访之神,让她既害羞又尴尬。 正式开始演戏是在14岁,以电影《我的小小心娘》开启了荧幕处女作。 同年,她在竞争率高达500比1的视镜中,成功脱颖而出,出演了历史剧《土地》,为了诠释好这部经典翻拍的作品,深世景研读了两次原著小说。 过程中,也没少挨导演的骂,但在作品播出后,深世景成功吸引了大众的视线,还创造出经典的复仇台词,获得了毫不逊色历代徐希一角的高度评价。 之后,深世景又再度回到日常,经历了两年空白期,才以《善德女王》回归荧幕,饰演天明公主的童年时期。 虽然是公主的角色,但在逆境挣扎的过程中,少不了许多动作场面,让她直呼天天都像在逃难,甚至还发生了被马擦撞到半张脸的事故。 还好努力换来了极高的收视率,让深世景大幅提高了知名度。 之后,编剧《三度吸手深世景》,出演《树大根深》和《六龙飞天》等系列作品,也都带来了很好的收视成绩,甚至双双获得了优秀演技奖,可以说是在历史剧中值得信赖的演员。 相反的,在时装剧的表现上,大众对深世景的评价却很两极,认为她出演的作品收视不佳,却总是有丰富的资源,合作一线男演员,甚至还被冠上收视毒药的称号。 但认真来说,深世景也只有钢铁人和新入史官邱海灵,这两部剧收视比较低迷,其他戏剧从各家电视台的收视基准来看都算是挺不错的。 那为什么还是很多人,对深世景感到反感呢? 源头可以追溯到2009年,热门的情境喜剧穿透屋顶的High Kick。 突如其来的悲剧收尾,让观众相当措手不及,也让网友将矛头指向。 曾经和导演提出事故想法的深世景,认为她主导了结局走向。 但其实导演金秉序,是韩国很有名的喜剧大师,作品苦涩悲情的结尾,一直是她强烈的个人特色,目的是希望大众回归生活中悲喜参半的本质。 深世景遭到议论的第二点,是她一成不变的演技争议,认为她各种情绪都是一种表情,但也有网友为此平反,整理了深世景在剧中的100种表情,也列出不少受到观众喜爱的作品。 像是看见味道的少女,黑骑士,老千等。 我个人反而认为,她是在选角上相似度比较雷同,或许是早期她楚楚可怜的气质太过强烈,导致接演的大多都是出身卑微,在逆境中成长的角色,甚至被戏称是可怜角色的专门户,让深世景也忍不住自嘲,自己好像长得很穷。 另外,挑选剧本也是演员的一大学问,早期她接演的时尚王和当男人恋爱时,角色都是陷入多角恋的状态,对于角色拖沓不明的感情走向,连她自己也感到相当郁闷,还有脚踏两条船,为了金钱出卖身心的毁三观人设,让深世景背负了许多骂名,我想这也是她在后期,大多选择接演无害角色的主因吧。 2020年,深世景即将以Run On回归,扮演需要不断经历校正,传达最终于原意语言的电影翻译员,而在爱情中最让她苦恼的,是如何精准传递真实的情感,感觉会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心情绪的角色,希望能成为她击退演技质疑的逆袭作品。 而相较于演员身份,平凡人的深世景有着更讨喜的魅力,她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,分享了平淡却精致的日常生活,除了拥有高超的厨艺,还会亲自剪辑影片,安静之欲的风格,展现出她独特的生活美感,更成为了第一位百万订阅的女演员, 而影片的收益还全数捐给了社服团体,让人好感度急速提升。 深世景出道超过20年,观众一直以来对她没少过批评,但在众多演艺工作人员的评论中,他们对于深世景不论是演技、人品或礼仪,却都有着高度评价,我想这也是她总能不断接演戏剧的原因吧,希望性格纤细慢热的她, 未来在戏剧的口碑上,也能像慢火熬煮的高汤,让观众越来越入味。 以上就是慢火女孩,深世景的成长故事,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,可以按个喜欢,并订阅我的频道,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